那么这些工作就是做一些音乐演唱的一些经验的交流 应该是都是跟艺人做交流 因为好多都已经是超级巨星了 也很多是当红演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歌唱心得的交流 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对很多演员 给他们很多在歌唱上面的帮助 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工作 现在的心情就是 因为我们创作的黄金时代 已经完成了 那么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能够专心的把以往唱过的一些经典的作品 那常常在演唱会里面唱给大家听 那现在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 那么至于说哪一首是我最喜欢我还真的说不出来 因为作品的数量实在是不少 那我觉得我喜欢不是那么的重要 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听众的心里面 你们喜欢的哪一首歌 我都有机会唱给你们听 那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人才很多 年轻的歌手我的数量也非常的大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有才华 现在的竞争比以前更激烈了 所以现在的歌手要更加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辨识度 让大家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看到你的样子 就马上认得出来你是谁 这是最重要的 这里面真的是暴罗万象 吃的喝的看的玩的什么都有 那么我这次来我带了家人来 来到这边的第一个感受就是 不用走出去 银河就过我们逛几天了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澳门很多东西都很集中 包括各种不同风格色彩的饭店 还有就是非常美味的各地的食物 我今天还带了家人朋友去吃了非常道地的这个普国菜 我想能够在澳门吃到普国菜是一个难忘的经验 是没有这样玩的 能够做好东西 很 doorway的行的 好不рем超呢 같습니다